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可以了 再给一点米酒 把火调到最小 慢慢把它浸烧 切点蒜姜丝 小米椒 香菜段 小葱段 大蒜子把它拍散 剁成蒜油就可以了 这样配料就配好了 去看一下那个鸡 好了没有 用这个筷子插大腿面明显的血水标出来就可以了 看一下 可以了 这里是煮了20分钟 然后关火浸10分钟 放到冰冷的开水当中 给它加点冰块 锅里倒油 下小葱 来煉个葱油 小火慢炸出香味 把这渣渣捞出 这四样配料发去 给这个酸糖的酸水适量 给这个味极权酱油三小葱 多了 煉好的葱油 没有葱油可以用花生油代替 再来一点芝麻香油 来一点点盐 这个酸水有盐味了 所以适量给一点盐都可以了 这鸡完全凉透了 现在把它砍好 它的脖子有没有淋巴 还好没有什么淋巴 先把这个调好的汁倒到上面 最后放上一点香菜点缀一下 即可 直接来个8分先 加点这个汁 来 粉丝先吃 酸姜丝 有这个酸糖的酸水 搭配酸姜丝来浸泡鸡肉 有一种淡淡的酸姜酸味 这种层次感非常的丰富 然后一点也不油腻 不错 好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这种做法的话 赶紧尝试一下吧 像这种做法的话 非常适合下来来吃 终于我 关注我 不是